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聚書研書 今天是十月的第一集 但是我們就有點破例 因為平時我們第一集都會做這個排行榜 但是因為上一個月的排行榜太驚嚇了 我嚇到自己之後 不如做一些比較正經的事情 第一個興趣是重溫這個排行榜 固然可以回去看 而十月的排行榜 在我們的網頁也可以找到 Danny 我們又到十月 十月是中國的什麼大日子 十月有兩個很重要的日子 可能中國和十月近代的歷史很密得可分 有兩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一個是十月十號的1911年的雙十字 也是生害革命的成功日子 另一個很重要的日子也過了 就是十月一日 被人吃了一個公共假權 是嗎?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 所以打風 Anyway 不要打你高城 好了 不要再插一話題 總之這兩個草盡的日子 都是在上月發生 都是跟近代中國建國的歷史相關的 好啊 那麼新海革命也是今年的主打 大家如果走開書的人都會看到 前面一定會有一大台的 是講新海革命的 是的 這個無論是台灣還是中國 但是都是 因為譬如我進去台灣 都看到很多台灣歷史書 沒有教你的中國歷史 就是要為一為中國的近代史翻案 整個潮流 我們今天都可能要為中國的近代史 重新講一講一講 Belio今天就為你帶來了三本書 是哪三本呢? 這三本其實都是一個日本人寫的 很有趣 我們近代中國和日本都有千絲馬大的關係 我們今次就介紹了日本很重要的 歷史學家 是的 他是去年剛好過生 2010年過生的卡拉洪三 在日本來說 他算是一位比較左翼 比較激進的歷史學家 他寫很多不同的書 近年來對於中國學界都有很多影響 早年就在歷史學上都很重要 而近年對於文化研究的人都有影響 譬如我自己個人為何第一次接到卡拉洪三 就是因為陳光興教授 陳光興教授是台灣青樓大學一位很重要的文化研究教授 可以說是 即是台灣人跟我講 哇這個是他們台灣人的泰斗 我去見他的時候 他就跟我介紹了卡拉洪三 特別是給了我們中間這本書介紹給我看的 它做甚麼名字 這本書的名字 跟今天的大題目有相關 就是重新思考中國革命 這個中國革命就是 其實比較集中是講1911年的生活革命 可以簡單給你介紹這本書的背景 其實這本書 《偷口紅三》的著作都是剛剛才翻譯成為中文 入日文翻譯成為中文 就這三本都是 這本《重新思考中國革命》 其實算是 其實是《偷口斯丹》比較遲的作品 但是不是第一本翻譯為中文 應該是 第一本翻譯為中文 是台灣出版的 其實不是整本書都是他的著作 而這本書是兩個不同的 是講座的結集 有兩篇《偷口紅三》的論文 加上每一個不同的台灣學者 對他的演講 或者他的論文的回應 第一篇就是講中國的公語詩 第二篇就是主要講中國的生後革命 可以簡單介紹這兩本 都是《三聯書店》出版的 《偷口紅三》著作集 這個系列裏面其中兩本 我手上這本就叫做 《作為方法的中國》 或者你簡單地介紹一下這本書 我想你稍後會詳細再講 講一點就是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論文集 裡面集結了很多篇文章 去討論他認為中國歷史 應該怎樣去研究 或者怎樣接觸中國歷史 所以它裡面其實是 其中有一篇文章 就是宣哥寫的一個附讀 就說這本書是論戰性最強的 就是要和人們開火的 就是罵很多人 但是從這個罵很多人之中 它就會建立了它自己的 某些中國歷史的想法 而在這本書 我手著了一些資訊之後 我知道在日本的看法界是很重要的 是的 其實裡面宣哥也有說到 有些日本的學人 是看完這本書之後 將它整個中國 即是中國研究的方向 方向 方向調轉了 就直接去了中國 真是切實地研究中國歷史 這本書可以很適合 但又不說 你稍後唱這本呢 Daniel 另外這本的名字比較複雜 它叫做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 首先已經夠怪了什麼叫做前近代 首先我們知道什麼是中國近代 對於這種 河龍先生來說應該會繼續說 其實它認為 中國近代的開始 明末清初開始 已經進入近代之中 最明顯的近代 就應該可以由這個 鴉片戰爭開始說起 如果在鴉片戰爭的前 就叫做前近代 其實前近代就是講明代 到清初 清中葉 清中葉 都是叫前近代 這個很特別 我可以詳細再看 為什麼它認為明末到清中葉 是很重要的歷史時期 很特別 寫了這麼厚出來講 這本是它 可以說是河龍三的重要著作 不過很難看 這本書真的很間諜 裡面主要是講明末以來的 很多一些中國思想家 是一個思想史的研究 這個思想史研究 對於其後的一些歷史的絕著 都有很多的影響 這個可能今天不會詳細講 不過待會也會看 對 好 那我們回覆一下 講一大堆深奧的問題 以及解釋完 好 我們講回中國近代 Daniel 你小時候 有沒有學過 深海革命牙 或者中國近代史 有 我們有聽說 有上來 如果沒有睡覺 都會記得 這是很重點的項目 因為我記得 中國歷史科 好像有 省略古代而 長實記載近代的一個主要方針 所以近代史 都花了很多百分之處 並且 中國近代史 跟香港 有些密包合分的關係 所以都會著墨比較多 講的當然就是 剛才所講的 所謂近代的開端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清末的 清末受到列強的侵 然後自強修之後 就打仗 打輸了 例如有南京條約 各樣香港等等 接著他們就要 這個 變法圖強 變法 不是變法圖強 是叫羊毛運動 對 羊毛運動也是自強運動 而那個開端可以說 就是 香港之所以成為 英國直行第二 一場重要的戰爭 就是雅田戰爭 打完雅田戰爭之後 雅田戰爭之後 才正式戰鬥 但是 如果是羊毛運動 到後來都是 就是 搞不完 是 搞了五十年 但是就宣佈失敗 有一個 是 為什麼宣佈失敗 宣佈失敗就是因為 1895年的 打了一場 中日革命戰爭 和日本打 打 想著你自強了這麼久 應該都不錯 誰知道 和一個日本 一個一直被視為 是中國的婦人 或者是 亞洲邊隨的小國 打仗的時候 竟然是 全軍盡 是 那怎麼辦 結果若沒有運動 就宣佈失敗 失敗 怎麼辦 就有這個 大家都可能 讀過小鐘 我們都知道 江水皇帝的變法 有康 康有為良體超主 都是我們廣東人 但是 誰知道 我們廣東人 就不爭氣了 這件事件 就用白日為新 玩了一百日 玩完 被慈禧太后 就正變 最快的就是 原本想說 袁世海正變時 誰知道袁世海出賣 變成了 狂衰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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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休禁 然後就不容易中 怎樣呢 這件事都搞不定了 到最後 一班人衝了出來 所以還是要靠廣東人 好 這個廣東人是哪位 這個廣東人就是文江 文江在哪 文江當然是孫文 孫文 這個難受 坦白說我也是第一次聽 我們在台灣聽聽 因為最近台灣 炒百年國慶炒得很厲害 他們就會叫文 即孫中餐 我們經常叫孫先生 兩個字 這位人兄 叫文江 我懶親熱 好 文江搞了這件事 真海鴿出來 一聲吹吹 爆炸聲 就結束了 中國歷史的幾千年 尊正王子 還宣佈 我們剛才說 我們一想到 近代史 因為中國被人打 被人打 然後被人打 變法幾次 塗強幾次 都失敗了 結果就弄了一段革命 出來 聽到他 這就是我們對近代史的認識 Baniel 你覺得 或者不是你覺得 根據你看這個 溝口紅衫的著作 他對這種事觀 有什麼理解 或者有什麼批判呢 想說 他的批評不是很大 其實今天可以主要說 作為《方向中國》 裏面他會提到 兩邊 左右開工 有兩種人 他都很不滿 第一種呢 第一種就是 剛才我們所說 其實我們在教科書裡面 都經常有 就是那種以 搜救派 然後進入 洋武運動 至強 然後去到維新 然後都搞不定 最後就是1911年革命 然後終於成功了 或者是 可能革命未成功 如果你是民建聯 可能是 1949年 可能是1949年 可能是1949年 中共建國 直到1949年 1949年 10月1日 有一個叫毛澤東的人 站在天安門城上 裝喊一句 中國人集起來了 這樣 就完了 OK 但無論是如何 這個史觀 都是 有一個 根據江洪三所說 大概是一種現代主義的史觀 就是黃人語 無奈 平時我們都頗多虛蟲 但如果給江洪三看 他就會覺得不足的地方甚多 原因主要是什麼 就是因為 我們之前都記得 如果大家有看過黃人語 黃人語的大歷史 很出名 中國大歷史 都是那些很多中學生 那些好書 中學讀文 是讀文 是讀文 很重要的recommendation 如果有人來問我 有什麼歷史書看 你都很勉強 我都可能會叫他去看 我覺得是黃人語 但在這個 今天就不得不 作少少批評 因為黃人語的史觀 我最記得 有一次 我自己還沒看江洪之前 我都覺得很搞笑 就是 有一次他要解釋 為什麼漢代的時候 有這個不可七國之戀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因為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的帝國 全世界都種米 全中國都種米 有些地方很明顯 比較適合種米 種得多些 有些沒有那麼適合 種得少些 不要緊 大家照種米 但問題就是 慢慢慢慢會發覺 有些地方因為 種米越種越多 所以可以養的人越多 所以人口又多些 種的物料又多些 所以經濟發展就會好些 原來有多人力物力 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漢代 漢景帝就認為 這個地方已經有犯上作亂的可能 泰國腐竹 是的 很搞笑的就是 如果你看到 朝鎖 當時有一個重要的大層 就說 要決定一個地方 因為叛亂 就不是看他是否輕兵作亂 是看他有沒有叛變的可能 你夠有錢就有判變的可能 當然是坐大 是的 你坐大了你就會判變 Anyway 不知為甚麼 所以 你這麼有錢就一定要搞你 要是削飯 要是抽你床稅 或者什麼都好 然後 最後發生了不守七國之戀 因為 警帝就開始想削飯的時候 衍生了一些問題之後 終於打了一場 最後那個亂事的 沒有正式評定 因為去到這個地步 其實是漢警帝把朝鎖都殺了 然後才令到那些繁邦 就是那些分封了的諸侯 終於就 好了 我們來打 終於就了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徹底解決的 就是當時所謂的封建 那個制度沒有徹底解決 當然你說 這個就是 經濟發展不平均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因為黃潮時代 就是你有錢有兵 就自然是會威脅到中央政權 所以一定要處理 但是最搞笑的是 黃潮宇就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其實 就是因為他沒有資本主義 你會覺得很奇怪 一個 差不多2000年前 中國日子發生了一場動亂 解釋就是因為他沒有資本主義 沒資本主義 你會覺得很離奇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就是不合理 對 當然他會有解釋 如果有資本主義 我們就不需要局勢 所有人種米 因為可能有些地方不需要種米 他就可以種種蘋果 或者種一些經濟作物 可能他就可以透過一個經濟的分工 跟這些地方互相 就是貿易 就可以把發展比較平均化 甚至乎如果真的有些地方 經濟發展是特別好的話 我們透過一些數字化的管理 和市場的制度 就可以將那些物資 運到其他地方 我們就不需要透過這個 王朝的動亂去解決那些成員的物資 因為打到最後 為什麼打到大家沒有打 因為打到那些人殘了 那些人死了 那些地球又爛了 然後你就變得很平均 那就不用再打 但是如果你是焦豬 你就可以用市場的制度 將這些成員的物資 和成員的生產力 就去和全國融合今集報事 這是王仁宇他自己的看法 很明顯 例如Daniel 他已經很覺得這個 什麼都跟資本主義拉 相關系的論述是有問題的 其實王仁宇自己 他都理解到 或者他知道很多人 對他的最大批評 就是看什麼書 你都把中國的歷史和資本主義 拉起來 拉起來 或者什麼都發展不到資本主義 所以才有這些問題 那王仁宇呢 其實他在中國大歷史 都有說到說 其實中國 他都有自己的規律 我們有時候 在中國 例如中國 本身是一個以農立國 他有很多東西 是根本是 即是資本主義 或是他 或是暫時 或是暫時 資本主義 他都要理解 剛才我們節目之前都談過 我們會覺得 這種看法 都是有問題的 或者這些看法 可能跟溝口紅衣 我們剛才還沒有說 溝口紅衣 究竟是說什麼的呢 但是這種看法 其實我們都要理解中國的 在中國等時 都是不知本主義的 這個方法也有問題 為什麼呢 這個呢 我們差不多可以留到 下一節 就跟大家慢慢說 究竟 溝口紅衣這種史觀 就算他好像很體涼 究竟這種體涼 還有什麼不足呢 下一節再說 好